哈喽大家好,我是俊 和我过十小时学习的一天 开学有一段时间,状态有点跑偏 四个方法看向这边 让你调整快马加鞭 Sker Sker 为什么每次我说都没那味呢 Sker 今天是教师节 作为一个教练快八年的英语老师 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可爱的大家的弹幕祝福呢 当然能点个赞我就教师节更快乐了 好不要脸后 我起床了,别误会啊 这不是道上大哥的视频 也不是你家长辈的视频 我只是还穿这件衣服而已 我真的发现我都已经好长时间没有 在家里面录这种Vlog了 好像稍微都有点陌生啊感觉 对,还有我这件衣服吧 有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 就是我在这个H&M买完之后呢 我没在大街上看见一个人跟我穿同款 然后直到是之前我在我们小区里面 终于看见有一个人跟我穿一模样的衣服了 结果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 然后就在我们小区里面 就这样,就这样背着手 然后就从我面前走过去了 还好当时我穿的不是这件衣服 要不然的话就尴尬了 弹幕告诉我到底是大爷的品位太好了呢 还是我的品位太大爷了呢 现在是7点了 然后要开始学习了 学习之前先把屏幕擦一擦 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开学快速找回状态的方法 增加一点学习的仪式感 你等等不是说不能有太多学习仪式感吗 说是这么话,话也是这么说 但是很多人你们低头看看自己的笔袋或者书包 一行几月真懒散 书笔包纸满地板 懒得理发不减短 活像一个降落反 笔也没几根了 几根也不出水了 出水也忘了字了 幸亏抓起铅笔还能抵挡一阵了 所以这时候文具买起来 学习APP下载起来 小蜡烛点起来 不管怎么说 先搞点学习的气氛 唤醒沉睡的记忆 所以仪式感也不都是不好的 只要用的时机队 进入状态不颓废 OK接下来看这本书 然后因为最尽可能有新关注的朋友 这本书它是DK出版社的 首先它有一套 然后我现在在读的这本 Science 科学的 然后它还有Business 有什么心理学 就是各种各样的知识都有 然后现在我到客厅去 换一个环境 因为我不知道刚才我做的 可能腰有点不太舒服 我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现在我想改变一些策略 因为我觉得这么看太慢了 我现在计笔记嘛 所以现在我打算就是不计笔记 然后另外呢 就是用手机录 演示摄影 这样自己就不会玩手机了 这之前教过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方法 第二个找回状态的方法呢 我投正向反馈一票 正向反馈有多重要呢 大概就像大家的三连 在我心里那么重要吧 嘻嘻 大家在开学之初 哪怕是小事也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正向反馈的机会 比如小听写分数高 关公面前也敢耍大兜 真提卷子错的少 说明我只是掌握好 大提多做一两道 我态度积极好预兆 哪怕今天到校早 要鼓励自己是早起的鸟 开学之初就不断地给自己暗示 不放过形成正向反馈的机会 而且人为把这些事放大 陆小葵 你是最棒的 这样小的正向反馈 很容易形成好的心态和更大的正向反馈 再来也需要多鼓励别人 只有这样身边的人才会鼓励你 总是打击你的人尽量离他们远一点 就是因为吧 今天早上我 没喝咖啡 然后刚才我还是觉得 有点困 有点打不起精神 所以喝一杯咖啡试一下 我家来的这个时间呢 学一些日语 因为我之前视频里面 有大家看到我在学日语的这个视频嘛 然后大家就问我说 这个视频是什么 我在油管上面看的 然后呢 这个博主呢 叫这个名字 之后呢 我也给大家在B站上面搜索了一下 没想到哈 人这个号在B站场面还真的有 然后呢 这个视频在这呢 也有 太扭了 我就没有想到 真的越来我越发现 B站是万能的 真的就是万能的学习工具 你想找什么 学什么 都可以在B站上面学 第三个进入学习状态的方法是 找问题要精准 学习不复杂 问题要细化 解决方法瞄准它 成绩提高 笑哈哈 所以从学习一开始 我们就处在找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了 通常的误区是 问题总结的太宽泛了 没有进一步的分析 比如有人会问我 杰骏杰骏 我的听力不好 怎么办呢 这是非常典型的 对问题的错误的判断 拿听力举例 不好的原因可能是 词汇量不够 词组搭配意思不清楚 自己发音不准 所以会的单词听不出来 连读若读发音现象不熟悉 长句不会断句 前后不能连贯理解 等等等等 简单的一句 我听力不好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们要精细精细精细 这么做的原因是 问题的解决方式也不同 学霸们深谙这个道理 解决方法一打一个准 你总是瞎做题乱练习 全都脱把考前做法 所以大家明白 为什么花同样的时间 效率和效果不一样了吗 所以这一点适用在任何学科上 也是提高成绩的本质 不管初中高中大学 都是这一套方法哦 随便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大家在新学期 可以尝试调整一下学习方法 如果觉得自己学习比较困难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找一找 比较有经验的老师上一上网课 正所谓优秀老师一出手 第一位成绩向上走 比如说高中课程这一块 我特别信赖网易有道精品课 他们现在有一个0.1元 就是一毛钱的 高中语文数学英语和物理的 四科集训营 这里面包含了24课时的 明师直播课程 而且到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 你都能够无限回看哦 网易有道想的戏 又考虑一周高一高二高三的课 还都有 同时你还能免费领取四科的 实用精编资料 助你分数冲冲冲 你要是网课没听懂的话 助教老师还能给你答疑呢 这些只需要一毛钱 也太值了吧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 是师资这一块 他们老师大多都有 十年以上的教育经历 以及清北的学历背景 帮助很多同学实现了成绩的飞跃 他们能够给你提供 很多切实的解题思路 比你自己闭门造火箭 可要好多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还特意去感受了一下 这次课程说实话 真的特别棒 印象里最深的 就是李辉老师的英语课 他用的是 19年全国卷的一个材料 他讲的时候 从考察的重点 到学习方法 到题目分析 处处都是干货 没有废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课程 而且老师的声音 比我还低音跑 非常的好听 所以总的来说 我真的是太太太太太推荐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一下二维码 了解并且报名哦 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我想去 小区底下的便利店 看有没有什么能买的 然后在外面吃 然后现在我在小区里面 吃饭 因为今天天气非常好 然后等一会的话 我也是出去学习一会 然后主要的是 我想看电影 因为电影院恢复之后 我大概就看了 那么一两场吧 所以支持这个电影 事业恢复 所以我去贡献一份 自己的力量 说的这么好听 其实就是想看电影了 第四个进入学习状态的方法 就是学期初定下具体的目标 俗话说 目标一旦定好 Fly肯定要到 我太了解我自己 还有你们了 不过我觉得 学期初定下目标确实有用 最起码自己起早贪黑的辛苦 有个地方安放 错误的目标有 我要学好英语 我的排名要提前 我要通过六级 正确的目标是 到期中要完成 这本英语联系册的一半 我的期末排名 要到前三十 一个月之后 我的六级单词要备完 定目标得具体 不然实现在梦里 你可以把它们贴在自己的书桌前 或者写在你看得见的地方 当然了 如果能再把任务分割到 每一天的小任务就更好了 这就是如何把大的具体目标 分割成小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哦 真的好奇怪 这块居然还没有开门 都已经多长时间了 我的运气这么差的 我现在有点饿了 我好像吃这个面 但是我要去看电影 好了 现在我刚进家门 然后今天其实比预想都晚了 现在都快十点了 所以我等会儿就展现一下 快速切换状态 然后再稍微学一会儿 这个电影嘛 怎么说呢 感动是感动 但是为什么老是感觉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 是这种拍摄手法 我不是很喜欢吗 但是我也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总的来说可以一看吧 就是 但是你要是不太喜欢战争啊 那种流血的那种啊 还是可能稍微 看着有点心惊胆战的 心惊胆战的嘴瓢了 晚上的话 第一个小时 就先做一些复习的工作吧 OK现在呢已经是12点了 然后其实今天不应该这么晚的 但是我觉得我有今天有要失眠的趋势 所以等会儿我去洗个澡 然后就躺在床上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睡着 希望能睡着吧 然后这个视频也是这个目的 希望给大家一些方法 或者是就算你不用 不具用这个方法 可能你看了视频之后 也会觉得 会有一种学习的感觉吧 我觉得挺不错的 这样对你回到学校 也非常有帮助 那现在这个视频就到这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晚安